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立财Superman 今天台股已经是在13个交易日里面 第12个上涨的日子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行情 喷出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个股轮动更是非常的积极 在节目的一开始之前 一样提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 帮我们点赞 这个赞真的很重要 现在就点下去 可以帮助更多的投资朋友 看到我们的节目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赚大钱 在今天其实这个行情 我们看到是非常的开心 原因是我们昨天就有跟大家分享到了 说这个蓝白盒的政策 会推动很多的概念股 然后我们在今天就发现了 有一个族群特别的明显 这个族群是哪一个族群 就是我们昨天在节目上面 跟大家分享的观光产业 这个产业 我想在今天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看法 原因是在大概你说两三年前 疫情之前 大家会觉得说观光产业 观光股 这个有什么好做的 每个营收大概都长那个样子 又不会赚钱 然后成交量又这么小 可是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经历过疫情过后的 观光产业已经发生质变了 好不好 这已经跟过去是没有办法去做比较的 那么在现阶段 我们昨天也提到了总统大选进入了选前的60天 所以呢很多的政策会开始不断推出来 特别是我还记得在大概一个月前 当时我们就有跟大家讲过了 总统大选行情到底会不会出现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在于他们的竞争到底激不激烈吧 如果今天有某一个党派 或者是呢有某一个候选人 他躺着都能上 那他就不需要推动太多的政策牛肉出来吧 所以当今天竞争变得激烈的时候 总统大选的行情 他就会变得更有可能发生 我想这个逻辑大家应该能够认同 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蓝白盒出现的时候 这会不会对当前的执政党 带来更多的竞争压力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要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告诉大家总统大选的行情启动 一个月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第四季 然后选前的一年 然后呢前60个交易日 往往都是总统大选呢 准备要开始酝酿 要开始发动的时间 可是在10月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意外的利空 所以台股表现没有这么的好 你的这些政策题材 当然就没有办法 他的表现一定会受到压抑 可是在现在台股从底部涨上来 已经超过了1200点 那你空间拉开了以后 是不是这个时候 总统大选的行情 就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发酵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总统大选的行情启动 原因是因为空间已经被打开 而第一波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发生质变的产业 从零到有的这个产业 往往他的股价就会飙得最凶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加权指数的部分 国际金融我们今天就不提太多了 因为今天重点 我想放在台股的这个比重 我们要慢慢的开始拉高 因为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多 加权指数在过去的13个交易日里面 有12个交易日都在上涨 唯一没有上涨的那天是哪天 就是这一天 那在这一天的时候 我也知道很多的投资朋友觉得 涨上来到了这个位置 上面已经涨好多了 然后我们台股在前面三个月 又是一个下涨趋势线 可是我们在这一天上面告诉大家 什么台股不会再打第二只脚了 我们是不是在节目上面告诉大家 台股不会再打第二只脚 为什么不能打第二只脚 因为你在打第二只脚 台股的形态跟结构就被破坏掉了 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 我们没有说这个地方会一路喷上去 但现在看起来好像真的是一路喷上去 我们在当时的看法是认为 这个地方你的乖离率必须要先做收敛 那也确实在距离五日均线这个位置 成功的收敛 收敛完以后再继续的往上涨上去 所以到现在乖离率又大了 乖离率大的意思是什么 指数要大涨的几率比较小一点 指数要继续大涨的几率比较小 因为你乖离率真的比较大 所以我们会发现指数在最近这三个交易日里面 这两个交易日里面 它的涨幅大概就是30点40点 它不会再像是前面一样100点200点 它必须要等到这个地方收敛上去 你均线收敛了 你的乖离率收敛了 你市场的情绪不要让它有过热的状况 你之后再往上进攻 这样子的情境其实更有利于这个多头走得更远 但至少至少 这13个交易日里面有12天都在上涨 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你在这个位置上面你很悲观 所以你不敢买 涨到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 你又觉得来到了压力区 所以你也不敢买 现在涨上来的时候 你发现你想要买股票 你已经跟前面的底部差了1200点 怎么办 怎么办 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有一台时光机 回到10月底那个位置 我想如果今天大家都能够回到10月底那个位置 你一定是怎么样 你一定是义不容辞的 把房子把车子 能够贷款出来的钱全部都拿出来 干嘛在这个地方买股票 不要说你买到什么标股 你在这个地方买指数 拉上来1200点你也是赚快要10% 但很多人是怎么样是错过的 原因是因为前面的行情被洗到没有信心 这个观念我们就不要再讲太多了 因为我们分享过很多次 每一次的行情只要震荡出现拉回 甚至是破底的过程里面呢 大部分的投资朋友的情绪都会比较悲观 因为这是人性 你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克服这样子的问题的 所以在前面如果你在这个位置悲观 你不敢买股票 你没有办法逢低进场的话 我们有很大的把握 可以告诉你说 当下一次再出现拉回的时候 这个问题一样会发生 一样不会解决 一样在底部 大家还是不敢买 历史会不断的重演 只是它的方式不太一样而已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 不是要说投资朋友很烂 因为这个是大部分的人都有问题的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我们只是想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们要去制作这些节目 为什么我们要在群组里面 写这么多的分析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帮助投资朋友 更清楚的看到金融市场 到底在玩什么样的游戏 我们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在股市里面 尽可能的减低大家的 降低大家的操作压力 然后在行情真的很糟很糟的时候 给大家信心 因为如果真的是要走空头 那我们一定会提醒大家 那这个地方我们怎么看 它都不会是一个要进入空头的结构 我们怎么看都觉得不像 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你要涨上去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是10月初就要涨上去 还是11月初就要涨上去 这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不愿意等的话 那这一波1200点你就赚不到 所以我们的分享大概是这个样子 想要告诉大家的观念是 不要再不该悲观的时候悲观 因为你会错过很大一段 你会错过很大一段 那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我想大家也不用再纠结说 自己在前面到底错过了多少 更重要的是后面的行情 自己还能够把握多少 好吗 来我们昨天节目上面跟大家提到了 你的政策概念股 你一定要去留意 那我们也提到了说 其实在上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早就有跟大家提到 我们买进了三副 为什么会买三副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我们看了周末的旅展 在上上个礼拜了 上个礼拜的周末的旅展 看上去人山人海 人山人海 大家都想要出去玩 所以其实旅游业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营收 已经有很多都回到了 疫情前的水准了 所以我们买进三副嘛 我们当时买在128 等一下跟大家讲 但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今天有更多的这些 餐饮观光 陆客来台的概念股 都攻上涨停板 在今天台股没有大涨的情况之下 这些股票能够脱颖而出 一定有它的原因嘛 所以我们昨天上的节目 为什么要跟大家提到说 你的政策的题材 会开始反映在个股上面 到底蓝白盒会对这一场选举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还不知道 但是金融市场马上就会反映 金融市场反映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如果大家都还在半信半疑 都还在犹豫的时候 其实股价早就已经先拉开 两根涨停板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是什么 凤凰旅行社嘛 云品 云品就是日月潭的那间 可以住的地方嘛 那我想这一些股票 他们有的很好 有的很烂 有的只是因为刚好跟风有涨 那我们后面再来跟大家讲更多 我们到底要怎么挑 我们昨天节目 有没有 11月16号 蓝白盒推动政策概念股 昨天我们就讲了 你指数要在现在 马上再喷200点 难啦 乖利率大 但是个股可以 因为我们虽然说指数乖利率大 可是个股没有乖利率大 个股是怎么样 进三退二涨三天跌两天 涨三天跌两天 所以个股没有过二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眼光全部看在指数上面 觉得指数到这个位置 它没有办法再一口气喷上万八了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的操作就要比较保守 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因为个股还有操作的空间 个股还可以轮动啊 如果个股不能轮动的话 我们看这些涨停板 这一定不是假的吧 这是今天真的有涨停板的股票 所以个股能够持续的轮动 原因就是因为指数已经拉开了空间 拉开了上涨空间 你指数能够涨1200点 你其他这些个股平均来讲 它应该也要有1200点的涨幅啊 等距了这个涨幅啦 它要表现出有涨1200点的感觉嘛 但是很多的股票其实是没有的 原因就是因为进三退二 所以来来回回 那代表什么 代表有些股票它还没有涨够 那还没有涨够的股票 不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留意的吗 那我们既然知道了 有些股票还没有涨够 我们当然没有必要 因为指数不会再继续大喷 而停下脚步嘛 这个逻辑一样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听进去 想想看我们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们讲的不一定是对的 但我们希望可以提供一些想法 来给投资朋友 去想想看自己的交易策略 应该可以怎么去做调整 所以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就提醒大家 蓝白河会推动政策概念股 而在昨天晚上的line 我们又讲的在更明确 所以有在我们的群组的投资朋友 你每天有在看我们的分析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把目前盘面上面 比较重要的一些 T point 一些关键来帮大家点出来 我们也提到了 蓝白河要怎么合 我们还不确定 但是股市已经开始有反应了 而今天最整齐的族群 是什么 就是昨天啊 就是观光股嘛 观光股的话呢 族群性已经出现 我们也告诉大家 下一个要关注的关键是什么 延续性 当今天延续性也出现的时候呢 赚大钱的机会就出现了 我们里面的这一个 Line上面的分析 Telegram上面的分析 都希望能够帮大家指出一些方向 那我们也说了 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对的嘛 但至少我们提出来的这些想法 一定都有它的逻辑 有它背后我们一些的想法 有一些数据啊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营收啊 有一些筹码上面的变化 我们才会把这样的观点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来昨天的节目上面 我们就提到了 有族群性的股票 你必须要特别留意 特别是在现在 我们说的第四季组成段行情 有族群性的股票 才能够走得远 才能够吸引人气 所以大家看 三富昨天还在146块钱 那我们提醒大家要留意了 那你说今天有涨很多吗 其实也还好 大概涨了4%而已 我们最早的时候 在11月6号我们在130附近 那当天可以买到128块 这个我们很确定 因为我们有会员朋友 就是回报成交嘛 那就买在128块 买在这个位置 128块 买完以后呢 其实我们在前天的时候 有先出一趟 我们在这个地方 因为跌破五日军舰嘛 我们昨天节目上面 也有跟大家交代 但是呢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 看到了 蓝白盒耶 这个政策要开始点火了 我们在金融市场待的时间 够久的时候 其实对于很多的资讯 是非常敏锐的 当很多的投资人 还没有意识到说 这样子的事件 这样子的议题 会对哪些股票 产生影响的时候 其实我们心里面 大概都已经有一些 有一些口袋名单了 我们大概知道说 这个东西 如果要发动的话 有哪些股票 会先带头冲出去 所以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呢 勇敢的买回来 买回来 所以今天涨上去啊 很多的这些观光股都涨上去了 三富是目前 所有观光股里面 获利最好的 9月份单月EPS1.25 一年可以赚16块钱 如果啦 每个月都这个样子啦 当然 都不能这样子算 只是我们就很简单的 把它乘以12 一年可以赚16块钱的公司 股价150块 我们说过它贵吗 它其实不太贵 它缺乏的只是 后面有没有什么样的题材 有没有什么样的议题 能够带动股价 继续延续往上涨 所以我们在昨天看到 蓝白盒的新闻出来了以后 它不就是我们要的议题吗 所以昨天我们就带会员朋友 重新上车 那另外我们也不止上车三富 我们手上至少有三档观光股 那另外的几档 我们就先保密一下 这个是会员朋友的权益啦 但至少现阶段的观光股 表现都非常的好 在今天呢 也几乎都是工上涨停板 所以我们会说 今天的行情非常的不错 那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虽然观光股现在看起来很整齐 可是呢 在初期的时候 因为你政策刚出来 市场其实还没有什么样太多的共识 所以会怎么样 随便乱买 随便乱追 初期所有的观光餐饮的这些概念股 路客来台的概念股 都会涨得很快 动不动就是一根涨停板 动不动就是一根涨停板 像我们看到了 云平也已经连续涨两天了 我们看到三富 其实也已经涨两天了 然后我们还有看到什么夏都 这些股票 连续两天涨停板 所以在初期 很多的股票都会涨很快 不管它的基本面好或坏 因为这是初期 可是大家要去思考的是什么 我们要习惯要把眼光放远 你今天在这边乱追股票 不一定是对的 观光股不能乱买 为什么 你要买得对才能涨得远 什么叫做买得对 你第一个 你要买就是买它这个形态最漂亮的 技术形态 你从技术面来看 它最飙 它底部已经完成了 然后准备要开始喷出了 你要买 筹码好的 有人在雇的 像什么 2748的云品 今天涨停板 昨天也是一样 大涨 没有涨停 但昨天也是大涨 今天涨停板 为什么要看云品 因为云品有投信在雇 云品其实投信从11月初的时候 就开始一路买进 那其实投信 那一波就是投信买上来 后来横盘整理 投信也没有动 昨天投信又大买 投信的买卖超是有连续性的 那到底投信看到了什么样的东西 看到了什么样的题材 看到了什么样的获利数字 会在昨天这个位置上面大买 而在今天我们才来 应该投信也是延续着 他买超的一个行为 所以你要买对股票 你才有办法涨得够远 所以这是筹码面的部分 那你以基本面的话 就像我们买进三富一样 你买进有EPS 它有基本价值 在帮你做保护的股票 它也是一种选择 所以能打些股票 能够走得比较远 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些方向 所以你不能乱买 你不要去买一些 那些利的量很少的 筹码不好的 然后又没有获利数字的 这些股票他们走不远 在接下来很多的观光类股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现在还是看不起 但我们要讲 这个题材 如果真的能够 再继续的出现延续性的话 它能够走出一段 还不错的波段 当然大家不要闭着眼睛 就是硬买 哇9%我赶快硬买 你要上车 你要找好上车点 因为股价不太容易一路喷上去 虽然在这个位置上面都还是相对低阶 我们要讲这个位置上面都还是相对低阶 虽然这个图看起来好像已经涨很多了 但是如果大家把这个时间尺度拉得更长 你会发现很多的观光股都还在相对低位阶的位置上面 所以你说它有没有动能可以延续往上涨 其实是有的 也就是什么 下礼拜如果再开一根涨底板 我们也不会太意外 我们也不会太意外 但是大家要买的话 就是不要用 你只要是追股票的 你没有办法时时刻刻在盯盘 或者是你对市场的这些资讯的敏锐度不足 你去硬追上去 那个风险都比较大一点 那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 每天会有一个团队在帮大家看盘 所以其实我们要去追这些股票的时候 我们会去判断它的上行空间到底有多大 也就是风险报酬比的概念 它往下跌 我们应该要承担多少的下跌的风险 亏损的风险 往上涨 我们能够赚多少的报酬 这个是风险报酬比的概念 这是我们团队会去帮我们会员朋友衡量的 所以我们今天希望 就是有一些投资上面的建议 那这些建议的话 原则上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往最大 有可能性赚钱的那个方向前进 所以会员朋友就跟着我们的讯息操作就好了 好不好 那一般的投资朋友 然后有持续在看我们节目 看我们群组的 我认为啦 这个观光产业 其实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只是在挑选标的上面的话 可能大家用一点心 那我们也给大家一点方向 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们的营收跟财报的状况 特别是在那些转亏为盈的股票 我认为他们的这个后续的动能 都还会非常的强 好不好 提醒大家 前面初期 什么股票都会涨得很快 但是呢 要走得够远 你必须要买对 那另外呢 我们昨天节目上面 也跟大家讲了 政策题材不只有观光 其实绿能也是 只是现在绿能 现在看起来好像 还没有动作嘛 我们就看什么时候要点火 而我们在昨天节目上面 跟大家分享的 什么东西也是政策概念股 8996的高利 我们提醒大家 CB可转债定价债及 而在昨天已经公布了 这个CB的定价 是多少 240 所以定价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股价 就先往上走吧 因为你今天要发行债券 那你这一个 大家要去募集可转债 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诱因嘛 你今天的股价 能够超过这个转换价格的话 募集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呢 基本上今天早上呢 一开盘直接往上走 在现在录影这个时间点 涨了4个百分点 所以一张跟昨天比起来 是差了1万块左右嘛 所以我想 现在赚钱的机会非常的多 只是看投资朋友 你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做把握 如果很多的东西可以选 都比你什么都不做 还要来得更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每天 透过这样子的节目分享 我们不是在这边讲好玩的 讲给大家开心的 是希望透过呢 我们的节目的分享 让投资朋友可以抓到一些标股 抓到一些能够上涨 能够赚钱的股票吧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还有什么 3035的资源 这档股票的话 在前天还有会员朋友来问我 说老师 这一波已经涨了这么多 然后呢 前天美股又大涨 那个台股涨了200点 为什么资源还在下跌啊 那我们要怎么讲呢 我们说了 你不要被一天两天的涨涨跌跌影响嘛 不要股票没有涨 你就没有耐心嘛 那这样子跟前两个月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 前两个月股价在下跌的时候 大家也是怕得要死啊 那涨上来的时候 才会来问说 还有没有能够能买 这个还能不能追 那你放在个股上面也一样 3035的资源 前两天还在跌 昨天还在跌 而且还跌很多 那这一档股票有烂吗 没有啊 他今天不就涨停板吗 所以有的时候 他只是时间上面的问题 市场的资金就是只有这一套 他跑去追观光股 他跑去买其他的电子股 那你有一些相对的 没有那么热门的股票 他就没有资金啊 可是今天个股是会轮动的 所以当你今天个股一轮动到的话 资源不就一根掌 你买就上去了吗 所以我认为投资朋友 不要自己去下自己 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你只要确定你买的是一个好的产业 好的股票 有一个对的趋势 其实你只要把时间尺度拉长 股票都会还你公道 怕的是什么 你买错股票 报错股票 报到景气循环股 报到那些 你说在未来两三年 他都不会有起色的股票 那那些股票 当然你说他不会涨 这个才是合理的嘛 所以我们每天花这么多的时间 去做研究去做分析 总是要让我们的会员朋友 能够比其他一般投资人 还要有更多的优势 这样子才对嘛 所以我3035资源这档股票 我们到现在也都是一样 今天这根涨停板 完完全全的都有吃到 都有吃到 我们也不是今天才追到吧 今天才追这个就没意思了 所以你说资源后面的这些故事 也大概就跟我们两三个月前 分享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就是看 到底什么时候 要开始表态 那我想对于资源 对于整个IPC制裁的 族群看法 我们都还是相对的 比较乐观一点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想应该还能够持股续报 至少在这个位置上面 它算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好不好 那这档股票也都是 能够在一个很特别的时间 发动工上涨停板 也就代表了呢 其实我们在选股的方向上面 算是有财文的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分析 那么在整个后续 一直到年底之前的行情 我们其实都还是看得非常的好 那再一次的鼓励投资朋友 一定要好好的积极把握 好不好 至少我们现阶段最近的操作 算是手感蛮烫的啦 那这代表的是说 现在的行情 大家还是积极一点 你才有可能在年底之前 帮自己赚到一个比较多的年终奖金啦 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大家一定赚钱 但至少你在行情好的时候 你一定要多做一点动作 要更激情一点 千万不要再半信半疑了 好不好 千万不要再半信半疑了 你现在还在半信半疑 难道你要等到指数攻上万八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想说我要买什么 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落后很多了 趁着现在还有很多的股价 都还在低档 才刚准备要扭转上来 我想大家的动作 还有心态上面的话 要稍微做一点调整 那这样子的话 在年底之前 我相信应该都能够得到不错的绩效 讲到这边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投资朋友 赶快马上帮我们把订阅按起来 那我们有更多的分析 还有资讯 都会放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那以上就是我们希望可以 投资朋友 跟着我们的频道一起成长 一起赚大钱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分享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牌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至根本 在的是地责方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我来自然一位 都没有人在这边 我来自然一位